说到经济状况 我国放眼在2030年实现全民共享繁荣愿景 当中缩小各族群和城乡之间的收入鸿沟是重中之重 那么政府致力于协助B40低收入群体脱离贫困 其中一个策略就是加强国民的购买能力 全球财富分配不均是经济学家最关注的课题 这个现象在2008年金融海啸后恶化 更被视为民粹主义崛起和全球各地政治风暴的诱因 我国2030共享繁荣愿景 放眼通过刺激经济增长和创造财富 让我国达至高收入国水平 并公平分配财富 确保全民共享经济成果 政府对城乡收入和发展差距的关注持续了几十年 而城市贫穷群体问题也开始成为焦点 贫穷不只是经济问题 更是人道难题 经济事务部长拿督斯利阿兹敏阿里形容 共享繁荣愿景是经济增长引擎 借此提高国民购买力 让B40群体摆脱贫穷枷 实现他们的潜能 这项十年大计将从2021年开始推行 但政府在美中贸易战和全球经济状况 乌云笼罩的情况下 预先铺设国家愿景 也向投资者投射了清晰的经济录像图